我們剛剛講台子期最後收盤的表現 指數最後是反彈28點 而且目前還是個正價差格局 我們可以觀看注意到 因為這個大盤過去 這一波能夠來到1萬點之上 其實很重要的方展方向是 逆價差嘎空 觀看你懂得什麼 逆價差嘎空 可是自從台北股市 變成了正價差之後 它不僅沒有價格發現的一個角度 甚至變成一個沙多的味道 所以最近長城一不小心的沙多 一不小心的沙多 好 今天我們觀察 因為這個從上個月月線是跌了233點 今天12月1號雖然出現了反彈 可是目前我們從整個大盤的缺口 官方把缺口來做觀察 因為現在這個缺口的位置 其實說實在話 大概有四十幾點 缺口的上緣是10697 缺口的下緣是10650 記住10650到10697 你一定知道 這個缺口剛好就月線跟季線中間 那今天的高點是10665 所以這缺口沒封掉 這比較麻煩 那今天有一個十字線 那這十字線 剛剛坦克一講得很棒 這十字線上下的一線很大 而且今天量 昨天不算 今天量很大 1700多億 可是這個十字線 金融股市長紅 電子股市長上一線 帶黑黑棒 這格局不一樣 所以坦克一 我們從全鎮的攻擊角度 我們觀察 行情開始好玩了 為什麼 震盪加大了 那震盪加大 我們剛剛講 方向是你的眼光 那眼光還是要飛對 但你要加一個翅膀 那就是全鎮 善用全鎮 你就有個翅膀 你想飛多遠就多遠 可是觀眾朋友 冬天候鳥是往南飛 你不要往北飛 往北飛 你會死在西伯利亞的 這個冰原當中 所以方向作對之後 配合一個翅膀 你往南飛 你要飛從西伯利亞 飛到上海休息也可以 飛到台灣也無所謂 你翅膀共強 飛到菲律賓 去塞太陽也可以 所以加翅膀很重要 所以現在有了方向 現在就要加翅膀 對 這裡的話我們看到 今天的大盤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缺口其實還是一個關鍵 那這個缺口呢 要封閉 大概只有一條路 就是把金融整個拱上去 因為電子的架構 比金融來得更弱 因為我們先來看金融 金融的話 這裡等幅測量 至少50點 那從這個 大概1070往上看的話 至少前高過的機率 還滿大的 所以這裡的話 金融往上推 大概是大盤 封閉缺口的 比較大的可能性 會落在這裡 所以怎麼做 其實邏輯上就是 我們要先去佈局 金融的認購權證 好 我們先看好金融 因為其實之前 坦克也就介紹過金融股 我們特別是挑大型管 所以大盤要反攻 要反彈 你的聚焦也在金融股身上 對 所以說你會發現 今天的話其實 金融的權證 剛好分三個區塊 因為我記得最清楚 世光那個時候 現在是個輪動的架構 受險先 然後銀行 然後證券 今天的話 你會看到證券 回神的速度 比前面哪個更快 一大堆中小型的這種證券股 都漲頂版 福邦鎮 康和鎮等等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第一個先觀察 還是國泰金 因為國泰金算是 全職最終金融股王 扣掉中租不算的話 這裡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 台股要工錢高的話 就看國泰金的演出 這裡第一個佈局 我們從量大來挑 直接找量大來挑 第一個是069 315 元大發行 明年6月份到期 這個因為時間比較久一點 然後它略為價外 但是投資人 市場願意給1塊多的金額 這個部分 身價值比較高 對 時間價值比較高 它是0.4的實行比例 1比1就是一張權證 表彰一張個股的權利 0.4的原因是 2.5張 2.5張權證 就等於一張個股的權利 價格權利 對 因為這部分 它價外比較多一點點 但是時間多 所以在1塊多 可是第二個部分 如果是大家在做 實際上在實務操作 第二檔也可以觀察 因為量大就這兩檔 067 294 元大發行 明年5月份到期的 這裡的話你看 旅月價就少了 快價內了 對 少了一層附近 這裡的話 價外大概3%多 還有160幾天 如果說要佈局國泰金 一張5萬多 你不妨用這個部分 觀眾朋友注意 因為這次國泰金很特別 因為國泰金 它橫盤時間很久 所以大概都接近價平附近 所以今天你看到 為什麼權證長成這個樣子 量大的都是這樣 你看原大 玉山發行的 明年1月份到期的國泰金 觀眾朋友 國泰金大漲5%對不對 你看它權證長多少 漲了135% 觀眾朋友 國泰金它的β值相對比較低 它的波動力也比較低 結果它的權證 觀眾朋友 它漲135%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它從價外變價內 而且它快履約了 所以這個誰買的 觀眾朋友 或許不是你買的 或許是玉山證券自己自行商在 新進步在回補 所以就發現你看 金融股一旦發動 其實觀眾朋友 今年以來漲135%的個股 多不多 可是國泰金的趨勢 你只要抓到權證 你看從第一 我們是陳耀亮排行 這次坦克也提供了 最少漲31% 最多漲135% 對 而且重點是在 執行比例都蠻高的 什麼意思 就是像這個只要2.5張 就可以等同於一張的限股 所以你看這邊 這裡的話0.4 然後2.5張 我們算3張比較好算 3張也不過5千塊 5千塊不到 5千塊不到 可是你限股一張要5萬多塊 所以一來一回的過程 你用這裡的權證 來做等同價值的操作 其實 我最近看那個戰爭片 就是說為什麼要撤退 觀眾朋友 電子股要撤退 這是可能的方向 觀眾朋友先想 現在電子股說 叫你買電子股你會相信嗎 叫你買台積電 你說世光年有問題嗎 腦袋ㄎ掉了嗎 好 不代表現在短線不好 代表中線不好 可是假如電子股真的要撤退 現在是拉金融出電子 但拉金融出電子 那金融也不會玩久了 可是要拉好多天怎麼辦 觀眾朋友 權證 就是大部隊撤退之前 都要斷後 斷後就留下人檔 所以觀眾朋友 像國泰金假如真的金融股是 斷後的話 掩護撤退就靠他們 那你不能買一堆國泰金 因為等到出完貨之後 國泰金也積積了 那怎麼辦 那這個斷後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買一些權證 對 像這邊一張5萬4 你花4千多塊買權證 1比1的權利 5萬塊留在身上 等到大盤跌破一個位置 我們再來補危害就可以 你看 你有500萬的資金 觀眾朋友 你就買一點國泰金的權證 因為第一個金融股斷後 500萬你要買300萬 那就不叫斷後 叫決戰 你知道嗎 25萬就好了 那500萬25萬好了 25萬你就買權證 觀眾朋友 今天你買 中的話還賺十幾萬 觀眾朋友 這個張飛大喊一聲 基本上你看那種斷後的感覺 其實不錯 先留下你的那個氣勢在 所以這裡你資金在 然後後續行情再來之後 我們還有子彈 不會說只能看別人做 會子彈變多 對 我們往下看 所以國泰金是第一個指標 但第二個指標就是銀行股 因為銀行股 我們知道中興基因 其實我們來看中興基因的K線好了 中興基因的K線 其實這一次味道 因為這裡是還原權 我們把時間再拉長一點點 你會發現 這裡的話其實有一個缺口 如果你把它還原權值的話 它非常的接近 那個缺口就是除息 除息 所以這裡你會發現 它位置其實更漂亮 在中興基因的部分 所以我們大概會拉回來看 中興基因的權證 這裡就可以觀察 因為它有銀行跟雙保險 因為它有台售保 所以這裡的話像是在 066359的原副發行 明年5月到期的權證 這個執行比例0.5 因為股價低 兩張換一張 價外一點點 還有170幾天 怎麼意思 就是一張獻股你要2萬多 你買兩張權證 資金比例0.5 因為金融股最討厭 就是它漲跌幅 所以像國泰今天漲5% 已經是今年來漲幅前幾高的 很少漲幅超過5% 所以你用全震來放大 加槓桿 你把它加槓桿之後 原本漲1%的時候 全震可能漲到5% 這樣就有機會 像今天你看原副凱基的權證漲幅 都是大概現股的 少的5倍 多的8倍 對 所以像這裡的話 069510 原副發行也是5月份到期 原副這次發的 執行比還滿有趣的 所以我們剛好選到原副的權證 這就0.63元 一張600多塊 執行比0.55 略高一點點 然後價外多一些 還是一樣179天 但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有一個進可供 退可手的一個應用 電子股怎麼辦 我們還是要講完 除了不只金融股 我們再往下看 還有原大金 因為證券股 已經漲到這種地步了 量能放大最大受惠者 我們也可以用原大金 來做一個合理的掌握 像這個068570 原副發行5月份到期的 原大金權證1比1 這最迷人的 價外一點點 買一張獻股1萬4 買一張原副發行的權證 870 所以你等於是一張 用870拚一張14萬的機會 因為他在價平附近 最迷人 另外一檔也是一樣 永昌發行的 062734 我就久了 對 這個執行比更高 超過一張 1比0.34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是新種可以觀察 電子股 電子股我們往下看 第一個是我們先前提到的 聯發科 因為這裡的話 整個高檔下來之後 我們用位階來看 因為我們第一段有提到 台積電還有像 台積電季線保衛戰 大力光 鴻海已經跌破了連線 是連線保衛戰 這裡的話 聯發科還在季線之上 後面會不會修正 我們就可以觀察 像先前我們跟大家講過的 055 30P的部分 元大發行的全證 就可以觀察 之前提到 對 之前提到過 我們就在這邊跟大家說明 你還是要小心 它有一個被動補碟的風險在 我們再往下看 這裡比較麻煩的是記憶體 因為記憶體 昨天因為MSCM 調整權重 拉了一個尾盤 今天全部回來 全部還他 所以我們要留心 雙熊變雙熊的時候 我們要觀察 我們在22號也跟大家報告過 就這幾個全證的部分 其實大家要追蹤 因為這裡的話 整個記憶體 萬一真的翻的時候 不會只有他們而已 所以我們往下看 當記憶體 三星都疊翻 它會找到 對 我們再往下看 記憶體在翻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 記憶體的後段模組 因為前面的話 No Flash之外 像威剛這種做 記憶體模組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反彈 利用這個機會 來做一些 對 反彈的話 還可以做合理的比例 一些的操作 對 好 非常感動 觀眾朋友說 我們不共前朝 但請觀眾朋友注意到 全證是高槓桿的投資商品 有機會在短時間 得到極高報酬 但也有可能蒙受 權利盡權損失 所以進場之前 要了解相關的風險 我們下週一號 同一時間 明明再會